另外,今天有个市场焦点就是iBond 新一批通胀挂勾债券 今天会正式挂牌 可以说回昨天几家券商的暗盘 iBond昨天暗盘最高见过103.25元 如果大家找代一定有两手计算的话 两手计算是账面赚大约650元 如果用这个价格来比的话 iBond如果抽到了策略应该怎样呢? 即是沽还是长渣收息算呢? 我想你是两者皆可的 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抽iBond的钱 都是可以放下的 你当收息算是严格上 你算了以我腰这样算 当你3厘,其实又不会太多 你没有所谓的 甚至大家觉得通胀来的时间 都会有机会再升 你说放下手下息 我觉得未曾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大家抽iBond 有时候都打算是一个快选来的 我都打算抽完之后 又要赚了 可能拿代仕去吃饭 OK了 我觉得当你现在这一刻沽 和你可能说之后沽 就是当你现在沽 和你可能一个月后沽 其实你那个差距不会很大 当然了 如果看过去的经验就是 通常你一天沽 那个价格 就叫我严格上 没那么漂亮的 你可能迟大概半个月左右沽 因为价格以往的时间经验就是 它慢慢有机会会升稳一点 但是升稳一点也好 你不会升太多 因为来说真的 除非你现在这一刻你带头追货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人只有两三手 我当你真的可能说是一个月之后的时间 升到一元也好 只有804元而已 那你804元和你803元 其实都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你只有两三手的话 就是这个银马上就差很远了 所以变成了 如果假设你想说 现在立刻沽的有没有所谓 你说可能放下来收息的话 有没有所谓 那这个又真的被息除专辩了 但是你问我自己的话 我利身 我有抽的 我中过三手 但是我都会可能 让他可能放下来 可能到有一刻 突然间深月来朝想沽的时间 被沽了是这样的 深月来朝可能看到其他东西想买的时候 其实是 没错 所以无所谓 这一刻就这样计算 我现在还没有关系 就是呀 我现在没关系 我只要好好关系 这些空隙里 都被隐私了 那么有什么 我也就是 没关系 也正如下